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任何事情在允许的范围内做 才容易达成和谐 然而NBA这一充实着身体对抗的篮球联盟 和谐岂是一日能够组成的 除了球员之间的对异 还有球员与规则的抗衡 这使得NBA规则制定者大胜脑筋 齐招贫出 下面就让阿斌带领大家来盘点一下 修改NBA天条的十大球员 NBA现在是小球时代 可在过去的很多时候 都是得内线者得天下 初代高达乔治·麦肯 篮球皇帝维尔特·张伯伦 在各自巅峰时期在篮下逾去与球 脚的禁区天翻地覆 迫使联盟不得不将三秒区 从6英尺扩大到12英尺 最后再到16英尺 真可谓是内线拆迁户 家底是越拆越大 而大鲨与奥尼尔 更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 当起了内线拆三代 让禁区的装潢变得更加精致 鼎盛时期的奥尼尔破坏力实在惊人 内线得分如碳囊取物 进攻摧枯力朽 一场球不奉献四五级暴扣 算是给对方中锋留有面子 为了限制奥尼尔恐怖的篮下统治力 联盟修改了篮下合力冲撞区 允许了联防战术的运用 设置了禁区三秒为例 给大鲨鱼准备了这么多捕杀器 但还是没能明显限制它发挥 禁区依旧是它畅游的海域 而这些规则的改变 倒是对美国之后的本土内线产生重大影响 成为了新世纪初期美国南篮 接二连三在国际大赛上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奥尼尔啊奥尼尔 美国队被你坑惨了 2.朔腾推土机 查尔斯·巴克利 作为奥尼尔的老冤家 巴克利表示除了总冠军之外 奥尼尔有的我也必须有 扑使联盟修改规则这么有排面的事情 怎么少得了我巴克利 巴克利最深入人心的印象 就是那硕大无比的臀部了 简直就是NBA南版卡大山 要是谁读书的时候同桌是巴克利 那真是人品报表 在球员时期 巴克利就利用他得天读后的部位优势 拱得对手苦不堪言 一屁股把防守者挡开 慢慢运球二十几秒 就像一台推土机那样不断往里撵 得益于他的臀部 在他持球背身单打时 几乎无人不败倒在他的短裤之下 NBA为此规定球员背身单打 不允许超过五秒 必定整场比赛 看一个壮汉撅着屁股顶来顶去 实在是有爱观赏性 别哭 巴克利 谁让你不是在WNBA呢 三 行家一伸手 罚球就到手 詹姆斯哈登 前文说到巴克利的屁股 让阿斌想到了 另一屯大腰圆的前火箭球员 詹姆斯哈登 不同于前几位 利用身体优势改变规则 咱们的大胡子可谓是成于规则 施于规则 凌晨四点的科比在训练 凌晨四点的哈登在夜店 哦不 在背规则 哈登对于NBA规则的钻研 真可以说是学究级别 要是让他写一篇 关于如何制造犯规的论文 那定是不在话下 关于犯规判罚的规则 哈登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林九选秀后卫三杰 三分王库里 两分王罗德赞 一分王哈登 不同于前两者主要得分手段 分别是三分线外出手和油漆区中投 罚球线才是大胡子的得分摇篮 进攻造犯规是掌分的常用手段 频频哨响 吹得对手叫苦不迭 看得观众哈气连连 一场48分钟的比赛被砍得稀碎 再这样下去 场上都不敢防守了 基于此 联盟规定当身体接触发生在持球员 做出投篮动作之前 而不是抓着球准备投篮时 在这种情况下 裁判不会判罚投篮犯规 进攻球员也不再获得罚球 好的嘛 马马终于不用担心阿兵看球睡着了 勒布朗一进入联盟 就展现出了君临天下横扫八荒的气势 身体素质劲爆 运动能力炸裂 成为球迷媒体的宠儿 也备受联盟青睐 但经常观看勒布朗比赛的球迷不难发现 他在进攻上篮的时候 合球之前身体偶尔会停顿一下 或者脚步发生移动 这严格意义上是要被吹走步犯规的 但联盟为了比赛的观赏性和流畅性 对走步判罚进行了更改 允许球员在进行停止监传球 或者投篮之前持球走两步 比赛回合中 球员有脚步交代不清的情况是常有的 此番规则一改 对进攻大开大合的球员大有弊意 更有利于他们飞天遁地 哈登心想 同样名字中戴詹姆斯 为啥待遇相差这么大呢 5. 出道巅峰 重心拱月 德里克·罗斯 罗斯于08-09赛季出入联盟 新秀赛季就率队打入季后赛 并在首轮与未免冠军塞尔提克 熬战七场才败下阵来 可谓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此后两个赛季飞速成长 2010-2011赛季 更是成为NBA有史以来最年轻的MVP 在当时新生代球员里风头一时无量 固然紧随而来的轮番伤病实属可惜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健康的罗斯担得起球队所有的期待 联盟也在鼓励新人坚守初心 不断突破自我 从而获得更优渥的合同回报 于是在劳资规则中 开辟了的一条罗斯条款 指一名球员在执行完他的新秀合同后 在签订职业生涯第二份合同时 可得到一份占全队工资冒30%的顶薪合同 不过该条款有很严的入门门槛 在新秀合同前四年当选过MVP 或两次在全明星赛中入选首发阵容 或两次入选年度最佳阵容 如果阿宾是杜兰特、格里芬、保罗·乔治、利拉德 其中任意一位 肯定会请罗斯吃够彩虹糖 以感谢罗斯 因为他们都是罗斯条款的受益人 6.极限操作与时赛跑 特伦特·塔克 近日亚洲飞人苏炳天闪耀东京奥运百米赛场 而NBA赛场中也时常会上演与时间赛跑的好戏 这其中就不得不提到特伦特·塔克 或许许多球迷对于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塔克作为一个NBA角色球员 确实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小人5也有高光时刻 1989-90赛季 当时效力尼克队的塔克 在比赛还剩0.1秒的时候 三分出手绝杀了公牛队 引发了公牛的抗议 联盟通过科学的测算 最后认定少于0.3秒是不可能完成投篮动作的 所以规定少于0.3秒只能通过空中接力绝杀 至此 塔克神迹再难被复制 说来有趣 被塔克绝杀的公牛后来成为了他的下家 塔克也跟随公牛夺得了92-93赛季的总冠军 阿斌不有感叹 真乃人生赢家啊 7.技术犯规之王 拉西德·华莱士 如果上述内容都与球场表现有关 那么拉西德·华莱士就完全是因为个性乖章而任NBA制定紧箍咒的 出身北卡大学的华莱士被视为顶级天才大前锋 他身材高大 球风狂野 球员生涯最高光赛季就是03-04赛季加盟平民球队活塞 一路过关斩将 并在总决赛挑落胡人F4 荣因当季总冠军 虽然球队平民化 但拉西德的脾气可从不平民 甚至觉得自己是天子 1997-98赛季 拉西德·华莱士破天荒地领到了38个技术犯规 1998-99赛季 华莱士再以40个技术犯规打破自己保持的记录 由此可见他的脾气有多火爆 后来联盟为了规范球员赛场行为 规定常规赛16次技术犯规等于竞赛一场 每增加两个技术犯规等于一场 季后赛7次技术犯规等于竞赛一场 每增加两个技术犯规等于一场 后来2016年总决赛 勇士队格林因技术犯规累计倒数 被竞赛一场 也可以说是败他所赐 8.出勤有奖保证上场 拉减朗多 朗多 出色的球伤指挥官 三年级时就成为塞尔提克的主力空位 帮助球队得08年总冠军 吃饭睡觉助攻 有时候顺便自作保罗 这是朗多最擅长干的几件事了 说到他令NBA修改规则 就刚好提起他的死对头保罗了 在2012-13赛季 朗多殷商只打了38场比赛 但他在场均能够送出11.1次助攻 高居联盟守卫 在当时的规则之下 朗多成功获得助攻王荣誉 但是保罗打了70场比赛 场均能够送出9.7次助攻 不少球迷为保罗鸣不平 认为保罗的出勤更有说服力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联盟规定一个球员 必须参加70%的场次 才可以被列入统计名单 不过对于朗多而言 至少在规则出台前 压了保罗一头 肯定是高兴的 9.时尚教主我为邪狂 迈克尔·乔丹 乔丹 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在改变联盟发展的进程中 怎么少得了他的踪迹 与如今的小年轻追求标新利益一样 初入联盟的他 穿着代言的耐克运动鞋 颜色以多彩为主 完全有比于当时NBA清一色的白色球鞋 为此NBA警告乔丹 若继续穿这样的球鞋出场 就面临罚款 但耐克甘愿为之缴纳罚款 于是乔丹继续穿着上场 此番操作使得耐克名气大增 最终 联盟妥协 不再过问球员们球鞋的颜色问题 不得不说 乔神不愧是乔神 10.我行我秀 着装要求 阿伦·艾弗森 艾弗森是几代球迷绕不过去的话题 也是记忆里永恒的青春 他张扬不羁 球风伶俐 敢于与全世界为敌 书写了小鸽子球员的传奇 作为嘻哈风格的代表人物 艾弗森的穿着风格 同样影响了很多人 这里就涉及到了NBA联盟的形象问题 而联盟对艾弗森态度 就没有像对调单那样宽容了 为了吸引更多平日里 就对着装和氛围异常看重的中产家庭观看比赛 提高赛事受重度 NBA发布了着装令 明确规定 球员但凡出现在赛场内 就必须以正装示人 不许以休闲或者嘻哈的风格出现 所以我们能看到 哪怕是不出战的球员在板凳席上坐着 也都轻易色着正装 阿伯觉得NBA这项规定的颁布 受影响最大的不是艾弗森 而是带火了西装设计师 毕竟能给人高马大的NBA球员设计出和身的西装 那手艺肯定是没跑了 那么除了上述球员之外 你还知道哪些球员带动了规则的变动 或者你认为线下需要制定什么样的规则 来让联盟变得更好呢 欢迎各位补充